多名直選議員退選 令到地區參選名單激增 過一輪混戰 民建聯大贏家 繼續坐擁立法會第一大黨 黨員曾鈺成 接著還做立法會主席 至於屬於街頭激進派的社民聯 首次參選的黃毓民 領軍之下也成功奪得三個議席 最令人意外的是 自由黨政府主席田北俊 和周梁淑儀 地區直選雙雙落敗 既然我輸了新界東的議席 當然我會辭職不當自由黨的主席 作為一個辭職主席 我不會再參與自由黨的黨務 我當然會留作普通的黨員 再次多謝各位 請笑 田北俊的請辭 觸發自由黨內嚴重分裂 有傳言和中聯版關係良好的 前中常委李大壯 在背後策動倒田 而原本有意競逐黨主席的林健鋒 就突然聯同梁劉猶芬 梁君彥宣布退黨 看回現在自由黨的情況 其實已經不能讓我們專注為社會做事 黨員打給我 說梁太太我們現在好像白色恐怖 被人拿著張紙 要我們在他面前立刻簽支持誰誰 計算較早前退黨的劉王犯 自由黨在立法會剩下三個議席 與上屆十席相比 討價還價的能力大減 走在民主序前線 走在民主序前線 相反民主派在選舉之後就有所整合 前線大部分人員在劉慧卿大令之下 加入民主黨 有新的整合 這個我都說過很多次是很正常的發展 沒有什麼叫誰吃誰 大家有共同理念 有共同的目標和理想 是應該盡量團結走在一起 我相信我們前線是大家覺得 是跟民主黨談 是有什麼方法一起合作 是可以推進民主運動 在新形勢之下 支持政府的勢力分散了 政府尤其要在民生議題方面 過立法會這關更難過以前 生果金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將金額增加到一千元 我們是認同這個合理的水平 政府有需要考慮 引入某種形式的入息和資產審查 說什麼是你 請你坐下 說了很久的了 差點三百元 主席 什麼道理 你解釋給我聽 要入息審查 確實 抗議實沒有散過這麼一千元 強別抗議 確實 確實 因為如果你實施我們這樣說 我不想用無恥 但我覺得很無良 生果金次審查制度 生果金次審查制度 特首個佬去了哪裏 特首個佬去了哪裏 生果金引入資產審查的建議 在民意帶動之下 不論左中右的政黨都加入反對 令政府政策再一次觸招 雖然社會上也有支持 引入這個審查機制的意見 但是理性的政策討論 是被整個感性的反應 是通通蓋過的 考慮到香港最新的局勢 我願意暫時各自 引入、入息和資產審查的建議 只能自由任退出 未經審判,正坐白 接下來的 特區政府還會推出爆炸性的政策 我願意向香港的香港人 抱歉 諾貴嶺 科迷人 是你的老友寄 認識了很久 大家一起看 或者說他很棒 給我一個剪輯 可以嗎 還是可以的 這樣是不犯法的 在年初 牽動全城八卦風潮的淫照風波 觸發政府建議加強管制網上不雅內容 不過發布的資訊文件 又引起很大的反彈 更加被網民指為網絡夜三條 政府如果要推行 相信會遇到不少的阻力 金融海嘯之中 香港的傳媒也是驚濤海浪 臨近歲晚突然爆出一宗亞洲電視高層 宮廷大鬥爭出來 前行政總裁黃維基因為勵志改革 誰知道因為口才太出眾 性格太鮮明 結果中箭落馬 在中國 難道真的想改革嗎 每個人都下場這麼淒涼 我不熟悉國內人的品味 如果想把這個台變成國內台 就與我無關 我沒有興趣 我現在正式公佈 亞洲電視接受黃維基先生的辭職 接著來回應的是東張西莫